我的想法就是 这个病要是不幸得了 应该注意你们年轻人一般的话 抗力比较强 要是没有所谓commitity 就是隔病症 比如说你有心脏病 比如说有肝脏病 比如说有肝脏病 这些的话 一般恢复的会比较快 所以只要比较注意 过喝水啊 吃一些药啊 他会自己抗抗 那么就算得了比较重的病人 在我的所看的那么多病人里头 他比SARS好一些 真正得的就是 除非他是很很为重的 就是他会影响造血系统 会影响出血 会影响肝脏系统 会影响肾脏 会影响肺脏 但是呢 我所看的病人呢 真正康复出院以后啊 这个总的来说 恢复的是不错的 包括肺 以前呢 我做17年前做SARS的时候呢 有些病人到了半年 到了一年还找我看病 因为他肺还有纤维化 但是像这个COVID-19的这些病人的话 似乎恢复了以后啊 这个纤维化并不是太重 他看起来是可疑的 我们当然现在对100多个病人呢 你给他做了肺功能检查 还没有恢复到症状税 但是呢 看起来不会损害太大了 他慢慢都会恢复 所以后遗症并不大 好吗 好吗